連身玩對手柯文哲也請跑基層 但是有幕僚觀察到柯文哲不太會跟選民互動 像是握手的時候眼睛不會看著對方 肢體語言非常僵硬 因此請來了李怡老師幫柯文哲上課 手一雙雙握 拍照也是有求必應 台北上參選人柯文哲努力展現親和力與選民 拉近距離 只不過 看選民合照 柯文哲很僵硬 一雙手不知道該擺在哪裡 幕僚看不下去決定請來李怡老師 要幫柯文哲改頭換面 重新打造形象 他會覺得說你握手要更有力一點 握手要看他的眼睛 還要保持微笑 我說臉都快僵掉 要保持微笑 每個東西都有學問 所以 常常是幕僚說要這樣 那就這樣吧 不然怎麼辦 參選近十個月 政治素人柯文哲 除了快人快語的大炮性格常常惹來爭議外 握手寒暄與選民應對進退也被要求再加強 雖然從善如流 但柯文哲似乎還是覺得 這樣的樸素才是自己的特色 很無奈啊 我這個叫蟲俗 你知道 相較於連勝文和選民合照 不但主動配合對方身高 敗票也是雙手緊握 展現十足誠意 柯文哲如何調整肢體語言 為素人再加分是自己要突破的第一道難題 優健TV 梁洋森 彭安心 台北報導